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弹了5% 那么包括银行股 矿业股 以及金融板块 包括消费板块 几乎所有的股票在上周五都出现了上涨 那么整体来说在亚洲盘 包括像中国的上证指数 深圳方面 包括日本 香港 以及英国 法国 德国等等欧洲股票 在上周五均出现了反弹 而且力度普遍比较大 中国A股上涨幅度约为1.4%到1.6% 欧洲方面则达到最多3.7%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美盘时间 美股再次出现了大约5%的下跌 三大指数分别下错大约是4.5%至5.1%之间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处在1500以下 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而油价也从25美元下跌回至现在的23美元 那么截止现在我们做节目的时间 美股期货指数在今天早上再次发生超过5%以上的跌幅 也就是熔断 澳洲股市目前预计开盘下跌8% 因此今天本周一再次迎来非常不好的一天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热门话题 着重先来说一下的就是澳大利亚本地方面 我们知道在上周星期天 澳洲的联邦政府和维多利亚州 也就是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 州政府相继发布了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 希望以此来抑制冠状病毒的发生 并且同时也针对于现在的中小企业和个人 发布了很多我们说到的金融困难时期的缓解计划 我们今天来简单说一下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澳洲的病例 已经达到了1500以上了 那么对比欧洲国家的上万来说 可能还数字比较小 但是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 每三到四天增长一倍 可能用不了12天 也就是三轮 估计就是1500到3000 3000到6000 6000到12000 加起来的时间不会超过15天 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发展 那么在上个星期六 即便是澳洲当时已经是1000例的基础之上 在悉尼著名的海滩 邦代海滩 居然还有2万人去晒太阳 他们是真的是无知呢 还是不怕死呢 已经有超过1000例的病例了 居然还有2万人到一个沙滩去晒太阳 那么这样的这个举措呢 也直接导致澳洲联邦政府在周六的下午 首先立刻关闭了海滩 同时晚上开会 星期天早上发布政策 发布更加严厉的社会管控政策 什么政策呢 到目的就是从本周一的中午12点钟开始 关闭全澳境内所有的酒吧 餐厅 酒店 赌场 健身房 网球中心 和游泳池 也就是基本上 工作以外的社交场所 通通都会被关闭 那么这个毫无疑问 对于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人群来说 将会是致命的打击 因为这一次关闭少说 那可能就是两三个月 如果一旦是处理的慢 可能就会最多达到半年时间 长达半年时间没有工作 或者是大量减少工作时间 不论对谁来说 都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呢 澳洲联邦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 包括呢 这个减免税收 增加贷款 但是无论如何 对于一个连开门都没有办法 开门的这个生意来说 健身房啊 这个酒店的 这个我们说的酒吧呀 像这个赌场我们不说了 他钱比较多 我们小生意业主 那么他们怎么经营 你就算给我免税也好 你就算给我无息贷款也好 我连门都开不了 我没有收入 我只能裁员 当然了 政府也知道 你既然不让他们开门 给予再多的减免也是没有用 因此 他再次发布了 针对个人的 度过现在金融困难时期的一些方法 也就是如果你的收入或者说你的工作时间减少超过20%以上 你可以致电你的银行 就是暂停现在每个月的房贷供应 虽然这个期间的利息会继续累积 但是可以申请三至六个月的房贷月供暂停 每个月平均三至四千的月供三个月就是接近于一万 六个月接近于两万的现金 可以减少这部分的开支 另外呢 个人也可以申请从自己的养老金中提前预支一万的现金 到七月六月三十二年底之前 财政年底之前 七月一日新的财政年度可以再最多拿一万块钱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的不建议各位从自己的养老金中拿钱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 现在的股市跌了35% 你如果现在从养老金里面拿钱 就意味着在35%的地方割肉割一万块钱 第二 如果您现在的平均年龄是35周岁 那么到65周岁正式退休之前30年的时间 一万块钱到那个时候将会累计成八万现金 也就是说 如果你拿了两万 在你65岁退休的时候 可能会减少高达16万澳元的退休金 因此呢 不到万不得已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提前支 那个拿自己养老金里面的钱 毫无疑问 冠状病毒这个疫情持续时间肯定将会超过两个月 最少两个月 最多可能会六个月 在这个期间 澳大利亚目前几乎第三产业是 全军覆没 从我们知道的旅游 教育 留学 移民 包括呢 酒店也好 这个咖啡馆啊 等等等等这些 死伤惨重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如果我们幸运的没有在这些行业中 应该说 我们现在应该重点关注的就是 现在应该是 首先 开源节流 尽量减少目前的现金支出 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一些已经严重超跌的 或者说是受损严重的行业和板块 那接下来第二个话题就是哪一些板块 我们目前是可以关注 我们知道现在受到疫情影响呢 刚才说到几乎所有的第三产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和旅游业 比如说澳航 从最高峰的7澳元跌至最低的时候2澳元 跌幅超过了70% 另外如澳洲最大的订 这个旅游订票网站 叫做Fly Center 它也从40澳元一股 两个月之前的40澳元一股 跌到现在9块钱 跌幅超过75% 当然了 他们未来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跌 因为疫情将会继续持续两二至六个月 但是我个人认为 澳洲航空 由于是澳大利亚目前唯一的航空公司 因此呢 政府会以巨额的现金补贴 以确保它 不会倒闭 所以它的股价很有可能还会继续的跌 但是一旦疫情结束之后 旅游的禁令解除之后 澳洲航空可能会将迎来较强的反弹 所以这个股票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 它之后还会跌 但是只要它不倒闭之后的 疫情好转之后 它的反弹会很厉害 第二 就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银行板块 在四大银行中 我比较看好的就是 除了联邦银行以外的三家 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 平均他们三家的和联邦银行股价的比例 约为一比二 也就是联邦银行一股等于其他三家银行平均两股 但是现在联邦银行的股价依然大约有60澳元 但是其他的三家银行只有15到16块钱 已经从1比2上升至1比4 换句话说 也就是其他的三家银行的下跌比率已经超过联邦银行整整一倍 这么严重的下跌 究竟是因为其他三家银行都有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 因此 虽然说现在不能马上进场 但是我们可以重点关注这三家银行 比例正常来说应该是1比2的比例 现在是1比4 也就是说之后一旦好了疫情好转 他们的反弹力度将会大大超过联邦银行 第三就是我们另外要看的一个就是这个 说到的银行股里面的非传统银行 麦考利银行 MQG 麦考利银行呢 它非并非传统银行 它不是靠这个我们说的分行支行 储蓄放贷这些来赚钱 它主要靠的是呢 兼并收购重组 包括交易等等投行业务 那么毫无疑问 今年的投行业务将会非常的惨淡 但是由于现在市场非常波动 因此我觉得 麦考利银行在今年交易上面 也就是市场交易上的盈利 将会非常可观 因此 它的股价目前跌了整整50% 应该说也是严重的超跌 那么其他方面呢 我们另一个可以关注的呢 其他方面 整体来说我们在关注的领域啊 重点的就是想 如果疫情好转了 每一天 我们还需要购买的产品是什么 每一天 大家需要从事的 或者说是要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飞机肯定要坐 银行肯定要去 旅游肯定会恢复 像类似于这种板块 在目前疫情来临的时候 受损严重的 在之后疫情好转之后 反弹也会非常大 那当然了 现在可能我们还不能 马上去买入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当 美国疫情从坏 开始变好转折之后 这个时候全球的金融市场 将会逐步稳定 那到时候呢 澳洲的股市 也将会随着美国的稳定 而自己开始稳定 所以保守估计 就是等美国疫情稳定之后 峰值达到之后 开始每天的确诊人数减少了 这个时候 我们进场比较稳妥 当然了 如果任何时候 我个人认为 澳洲四大银行中的三家 股价在靠近十块钱的时候 也都是绝佳的进场时机 那么以上 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 在未来 如果是维多利亚 墨尔本疫情严重 我们可能会在家办公 但是我们的咨询电话 03-8658-0602 和8658-0603 将依然保持开通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将会在家准时办公上班 为您解答任何的疑问和问题 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在本周还可以前来我们公司 但是我们也会跟大家更新 如果我们之后 要从家里办公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 通过短信 通过微信 通过邮件的方式 通知到我们每一个客户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